良心如何知道神的存在呢 这是本能性的 所谓的本能 我们英文说nature 你可以说是自然 翻译成自然有点太烂了 是本性 在我们的本性里面 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其中有灵魂 灵魂里面有一个功能 判断的功能叫做良心 良心里面 上帝已经将他关乎 他的永能和神性 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了 所以我们在本性上 我们就知道神的存在 这是所有作为人 都有的这种所谓的先天性的 对神的知识 只不过有些人刚硬 故意抹杀这种知识 故意装作不知道逃避神 明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他 不将荣耀归给他 反而去拜偶像等等 这是一种悖逆 压制 逃避的 是无可推诿的 放在我们良心里面 无论是透过外在的自然启示 还是我们内在的自然启示 良心 我们都可无可推诿的 所以将来有一天定我们罪的时候 普通启示 其中一个功能就叫我们无可推诿 我不知道你的存在 我要知道你存在 我早就敬拜你 无可辩解 因为神已经将他存在的事实 显明在我们心里了 睁开眼睛看 就能知道 这是本能的 本性的 先天性的 先艳性的 关乎神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